赵哥 我听说你身子不太好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可我儿子孝宗 他却没能 没能挺过来 节哀吧 他却没能好好休息 只顾着为我寻医问诊 伺候汤药 还不是亲生 圣死亲生啊 我当年生病 可没有孝子伺候 只有几个庸医亲口给我承诺 亲自替我治病 亲手送我上路 所以我为了给您报仇 把庸医全部都赶出了皇宫 爸爸 这是你教我的 要宽带下人吗 谁是你爸 我是你大爷 珍珍 他是你唐侄继承皇位的养子而已 别那么较真儿 养子都好啊 我因为有了养子 南宋彻底稳固了 养子真好 我要是有个养子 就不会有南宋了 好什么好 我这个养子再为四年 一半在生病 一半在做妖 做啥妖啊 她非要弄清楚 登基之后应该怎么称呼她的亲爹 就为这事 和大臣们轰轰烈烈讨论了一年多 还差点和我曹皇后翻脸 不知道的还以为 北宋爆发了什么思想解放的运动 同事天子 怎么英宗就敢给养母翻脸呢 人宗却被养母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不敢说半个步子 我 我那是尊重女人 那某一年卫士造反 乱兵都杀到寝宫了 您夺起来让曹皇后应敌也是尊重女人 方式还挺独特呀 妈咪 快来啊 她欺负我 刘太后再也没有 我又不是她的儿孙 她有啥资格 论备份我是你祖宗奶奶 论资格我把这朝账十几年 大权在握 还搭不定你个鬼儿子 这每个人一进来就打我 你们究竟是我为何物 废物 八妹 啊不 小鹅 是你吗 三郎 是我 烟牙地角有穷石 只有相思无尽处 你是为我而来吗 那倒不是 谁在欺负我儿子 小心我的黯然销魂掌 谁把这个女人拉进来的 这不是拉低了我们帝王群的档次吗 那您报警吧 你就是刘氏 是的拜拜 我是真宗的 第三任皇后 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 也是最有名的一个 明明拥有武则田履后的能力 却比他俩更加善良无害 呃 我真的好欣赏你 谢谢三郎 我也好欣赏我自己 这位是萧太后吧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大辽皇帝的汉明也姓刘 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人的 那真是有缘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巧了 我也想问 你为什么不成帝 什么成帝 太祖爷并无此事 宋朝公有九位摄政太后 他们的自我定位和认知都很明确 不会得寸进尺 不知进退 那要多亏了赵家的忠臣 对我们又试探又威胁 还把史书上的武则田写成一个大魔头 生怕我们有要学要 武则田的确不是好榜样 抛开性别 他也算好皇帝 是宽厚仁慈 还是开疆拓土了呀 抛开性别 武则田甘正期间的各种问题 从根源上和他的性别就是分不开的 怎么抛开性别谈正气 你咋不抛开蒙古人的身份他铁不真呢 书上都说宋朝的女子温柔内敛 贤惠端庄 看来也有例外呀 人设你也信 宋朝最理想的男人形象要优雅文弱 连异国之君都能对贼寇下跪称臣 女人只有被写得更加柔弱无力 才能衬托你们的阳刚之气 好一张利嘴 听说你会唱歌 会乐器 还会读书写字 那是 家有良田万情 不如一记傍身 良田还万情 你自小父母双亡 跟着老公卖一谋生 要不是穷的结不开锅 又怎么会被献给我儿子 什么 他本来就有老公 臭狠 臭小子 原来跟你爸一样 可谓独特呀 不不不 我可没强迫小鹅 我们是两情相悦 我从小就喜欢四川的女孩子 聪慧美丽 善解人意 所以对小鹅一见种庆 一见那个种庆呀 瞧他那么不值钱的样子 我气死我了 怎么不值钱了 宋真宗娶了二婚女 好多现代人说他心胸宽广 夸他伟大 伟大 他们现代人怎么这么封建呀 那周太祖郭威的四个老婆 都是再婚女 她岂不是公干千秋 我的藏皇后也是二婚呢 怎么没人夸我 这算啥 我妈妈还有三个爹呢 女子改嫁在宋朝很常见 也不太受舆论的约束 范仲淹的妈 王安石的儿媳 岳飞的前妻 还有李清照 名声都不错呀 是的 我儿子孝宗们 亲自为再婚的民间妇女主持葬礼 还被传为美谈呢 不可能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宋朝有个著名的李学 要求女人从一而终 不得改嫁 嗨 这说和做是两码事 越缺什么 人们就越爱嚷嚷什么 再说了 李学在我朝刚刚萌芽 影响力还差得远呢 反对他的大有人在 多亏是萌芽 要是李学早点出现 哪还有你当权的机会 再偷十个孩子也没用 偷孩子 不是偷 是戒 小鹅她 没孩子 真真是她的侍女李氏所生 经我同意 由小鹅亲自抚养长大 光明正大的戒 能叫偷吗 当然不叫偷 这叫强 要真是戒 怎么跟刘太后手中的权力一样 至死都不可物归原主啊 难怪后世为了黑她 加油添醋地编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还是权力惹的祸呀 话说回来 刘氏贫贱出身 是个二婚 还没有儿孙 这样的女人能登上权力的最高峰 真是个传奇 她传奇 她的外戚也很传奇 她不是父母双王吗 哪来的外戚 还有前夫啊 刘娥入宫之后 第一任丈夫 龚美就跟了她的姓 改叫刘美 做了刘娥的哥哥 成为真正的前夫哥 啥 这是什么操作 亲神如追 应该是有情人终成兄妹 什么有情人 我和小娥才是天造地设的一段 生生世世 百转千回 都会在一起 对吗 在八字 投胎可是急速活 你俩在一起 那龚美 不 刘美在哪里啊 在车底